今天四月阳光要带朋友们了解一下 位于列治文山的拥有加拿大最大望远镜的DDO 大卫邓拉普天文台 这个天文台地处列治文山 Bayville和16街的西北角 社区的命名就是来源于这个标志性的天文台建筑 天文台成立于1935年 杰西唐纳达·邓拉普买下了这处物业 并将其捐赠给了多伦多大学 以此来纪念她的丈夫大卫亚历山大·邓拉普 一位狂热的天文学家 天文台在2008年被Corsica发展公司收购以后 于2012年被转移到列治文山 用于公园使用和文化遗产保护 并在2019年被加拿大联邦政府认定为国家历史遗址 DDO的占地很大 包括40公顷的公园用地 曾经是很多热影电影的拍摄地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个白色大望远镜圆顶楼 主要的仪器是一个装有74英寸的反射望远镜 行政大楼位于天文台的东北部 设有三个对称布置的圆顶炮塔 60多年来 天文台一直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天文机构之一 为许多重要的科学研究提供了主要的场所 也为许多重大天文学理论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天文台还定期地通过讲座 节目和访问向人们传授星象知识 并接待了许多谈论占星术 太空和科幻小说的演讲嘉宾 由于由这个天文望远镜的存在 Rich Me Hill是加拿大为数很少 目前仍然对光污染有着管制的城市 想象一下生活在这个社区的居民 在夜晚抬头望星空 夜空明亮又清澈 给人无限的遐想 天文台社区的投资价值更无需多言 周边的物业以及楼花项目一直都非常抢手 还曾经引发一房难求的热潮 热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